各种感冒药成了常备药 但这两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明确说道 这两种感冒药绝不能再吃了 特分尾麻片和特洛尾麻胶囊 为啥呢 因为它们存在心脏毒性不良反应 使用风险更是大于获益 所以国家药监局决定停止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如果已经上市的将在本月底之前 召回销毁 伙伴们快看看家里有没有这两种药啊 要是买过可千万别再吃咯